好 生命真的很可貴 这见终生因为女朋友未婚怀孕 自己坠楼寻短引发了社会关注 事情发生一后一天 她的女朋友得知了消息 很伤心 在脸书上写下对男朋友的想念 甚至说想跟她一起走 现在让校方非常紧张 立刻联络家长 希望能够陪她度过难关 穿白色T恤戴着眼镜 长相清秀斯文 正在台上唱歌 18岁的李姓同学就读建国中学 才刚考上台大会念书又会唱歌 美好前途却因为女友怀孕 让她自责不已 选择坠楼亲身 18后一天外界也相当关心女友状况 微笑就有同学在脸书上看到 李同学的女友po文写下 梦见男友真的很想跟她一起走 没有人比她更好 现在不吃不睡的情况 甚至说出想要结束一切 透露亲身念头 让同学看到吓得立刻通知老师 就怕她会做出傻事 消防第一时间知道 也赶紧联络家属到女学生家里关心 安抚情绪 也表示会进行一连串心理辅导 就是怕再有一个无辜的年轻生命 因为一时想不开 用最让家人痛心的方式 结束生命 中心的薛薛华杨蓉 特报道